好同樣長線這條長線前面就沒有繞動 然後弧度上比較平順 藝術的東西不是說一天到晚都要一直變化變化才是一種 代表技術很好有時候變化變化在不知不覺中 儲信量真的是蠻厲害在這一點做的很好 骨弱第一個點腕轉進來戴起來撇向中間集中 然後一個方硬的短橫 但是這裡有這個動作在原石上是很明顯 確實刻的不是石頭壞的 然後這裡是輕輕瘦瘦的同樣長痕 我剛才寫了好幾個長痕每一個刺長痕都差一點點 這是它比較厲害的 然後口啊它通常是經常都沒有封好 轉折會很硬 那封住的時候倒未必會黏齒 它留一點透氣 銀 銀著耳朵旁寫得好瘦 瘦的筆劃一定要手寫到一點勁到 瘦一定要瘦勁 不能瘦弱 那瘦勁的原因在於說 你的用筆 你的毛筆的彈性有沒有掌握好 很多人都把毛筆壓死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毛筆在寫的時候 它必須隨時保持那個毛筆可以回復成尖狀的 彈性 比如這鈍的這尖的這膩的 因為如果你毛筆壓死了破了爛了 你就沒辦法做出精緻的筆畫 所以筆也要挑了 因為這張筆還是要挑 所以儲雖良筆應該很好 這個因為它有點這樣側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塊很大 這一塊很大是因為到這裡是側的 然後稍微勾起來 筆有略有躺下來的感覺 好 好我們看若 若這裡有一個地方 就是 就是磕痕 這個好像感覺是磕兩次 那哪一次比較好呢 我比較喜歡 比較粗的這一次 前面細流就取消掉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皮 讓它長一點 讓這個橫畫短一點會比較好看 另外有些時候你看這磕痕 這磕痕是一個下來以後逆風過來 可是這邊看起來頓頓的 跟這個逆風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看過原始 還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好試試看 槽從上面滑動下來 那剛才講說這是一個逆式 所以它有逆回去的感覺 然後再對上右邊的槽 撇 齊筆 一個裝飾 那這個撇撇撇撇撇撇非常長 這非常的長 這要表現它嘛 那所以這個 我 不想挑剛才補過特別長的那一塊 是因為 感覺這個筆畫生長會效果比較好 那如果兩個都生長 就各自效果都被抵消掉了 有點可惜 好弱 好 那這個口啊 通常都會 有時候都沒有封到 有時候會露一點縫隙 弦 滑動 折 翻下來 這個顯示器看起來頭有點大 大頭大頭 然後下面的 凹啊 寫的都非常的 小 所以看起來頭真的有點大 其實主線很多字啊 重心還是偏低啊 然後點呢 又是幾個點 五個點 這就它再這樣玩 好 點照也要稍微點表情 葉降低一點喔 那這裡 哎呀這個比較突然來一個 裝飾性的 上來 這裡有時候它習慣斷了一下再下來 斷了就斷了 沒斷就讓它連起來 有時候寫那個筆試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在靈體的時候為了要遷就它 常常會把筆試中斷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筆試比較重要 行可以差一點點 但是意思不能不對 我們看看韻 韻主要是在這個錯字旁 看起來要斷斷續續看 爛爛的 可是在刻的上面 覺得還蠻清楚 流暢的 所以你要寫出流暢的感覺 好我們試試看 而且像這個那 看起來就覺得 破破爛爛的 可是這邊看起來 還算皎洁有力 所以有時候 踏背都不能盡興 那我們常常遇到 有些人會主張說寫成 背壞的樣子 個人一直覺得背壞的樣子 大部分運用在 立書OK 立書可以 楷書就比較不要 楷書跟行書就不要 盡量不要 粗糙的字可以 所謂粗糙的字就是 像有些 不是衛碑 那個立書 立書因為 刻的時候 風化 嘗試的效果非常好看 像那些張謙碑 都有點風化 那個寫出來的效果真的好看 那如果你真的把它刻得很清楚 一點韻味都沒有 就反而難看 所以有時候 要寫出風化後的樣子 還是要寫出原本它的樣子 這有時候還是要考慮一下 不同字體它的想法 都不一樣 暈 好 擺 擺這個 這個長橫 除了弧度以外 到後面才稍微做怪一下 然後擺偏前面一點 這裡會有一個標準的 裝飾性的筆法 扭動一下 然後注意這個 充滿了彈性 而且夠長 轉折一下 馬上勾起來 這弧度彈性 一定要保持 而且不能太遲疑 因為遲疑的話 那個觀賞者就會發現 你那裡寫得有點不太肯定 好 注意透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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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完全打電 Quem OK 2 9